乘高鐵秀一下新竹台中30分鐘 輕鬆抵達 許多竹殼工程師 把高鐵當公車 天天通勤上班 新竹一名竹殼工程師 老婆住在台中 男子買萬元月票 每天從台中搭高鐵到新竹上班 就是為了顧及家庭 台中高鐵來回 是 對 對 所以算這個還算蠻平凡的就對了 是 台中到竹殼的高鐵 通勤效應開始浮現 越來越多民眾選擇在房價 相對便宜的新竹買房 新竹這邊東區大概18到25吧 那台中那邊呢 台中那邊 烏日那邊 大概14到20之間吧 台中新竹30坪的房子 就可以差到150萬 如果將這差價拿來搭高鐵 都可以搭個十幾年 不僅可以和家人相處 也兼顧生活品質 記者和孟謙黃雲涵新竹報導